大家好 欢迎来到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最新推出了一个双人互动形式的这样的节目 那么今天呢也是很有幸邀请到大家最为熟悉的这个麦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最新的市场话题 那么麦克今天呢我会对你抛出很多的问题 我希望你用最简单的话语能够直接来为我以及我们的投资者解答 可以吗 没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啊 其实我们也是知道这周周二的时候 澳联储也是第12次加息了吧 加到4.1% 大家都有一个问题 你觉得还会继续加息吗 肯定要加 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可能会有点伤心啊 那除了肯定要加以外 你觉得后面还会再加几次 现在不是每个月都在加只停了一次吗 按照这个速度来说的话 从加速到完全停止中间 至少我觉得还有两次 可能如果情况不妙的话 还会有第三次 好明白 就是我之前因为在国内嘛 然后我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大概是六年前 我这次回来以后觉得这边的物价确实是挺疯狂 所以我也理解说澳联储需要加息 尤其是这个租金啊 我觉得跟我们以前那个水平比好像实在是高了太多 所以呢我也很好奇 就是这么高的物价 这么贵的租金 这里的经济真的受得了吗 受不了啊 没了吗 这么说吧 老百姓受不了 移民受得了 因为移民来的话 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都没有工作 但是是带着钱来的 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房子涨得非常的疯 实际上都不是贷款的人买的 而是那些不太用到贷款的人 把它推上去 你讲到这个的话 我觉得就其实聊到了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就是房地产 我其实之前有看新闻说就房地产市场是比较低迷嘛 疫情之后 那我想问问现在房产的价格怎么样了 是不是已经到底了 可以入手了 到底 它已经开始反弹了 早就过了这个底了 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话呢 联邦已经多出了这个数字 今年来的移民是40万人 明年是30万人 那么这两年一共有70万人 按照之前 平均每一年造的公寓数是5万至7万套 这是疫情之前 那么自住房屋的话呢 通常只有1万到2万套 就算是5万加上2万 也只有7万 那么对比这个新来的人 今年是40万人 明年是30万人 根本就是不够的 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都知道呢 如果是需求量很大 供应量很少 那么这个产品的价格就会不断往上走 明白 但是的话前面因为也讲到澳洲的经济嘛 就还想知道 就是说澳洲的经济后面还会继续很差吗 还是说现在已经不太好了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澳洲的经济情况吗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 所有的财经学家或者是经济学家都是猜 大家都是在 闭着眼睛瞎说 但是瞎说的话呢 也是有根据和没有根据的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猜 首先澳洲的经济我要说的话呢 它表现未来可能仿佛 也许不会太好 为什么呢 两个原因 主要是它的大表哥 美国不太好 以及它的最大的客户 中国目前还没有从底部开始反弹 所以呢 澳洲一般就是看美国和中国 两个里面有一个好 澳洲经济不会差 两个里面都好 澳洲经济会非常好 如果两个都不好 那澳洲经济铁定就不会好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看未来 其实澳洲好不好 主要不是看澳洲自己 是看它的两个最重要的贸易的伙伴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 那我们前面其实也有看到新闻 就这两天吧 中国他们又降息了 其实开始放水 你对中国的经济怎么看 肯定是好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毕竟不管是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 还是这个做我们金融行业的 毕竟澳洲和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系太深了 所以一荣俱荣一毁俱毁 所以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 以及包括我们的这个特殊人群来说的话 我们是希望中国经济能够早日康复 嗯 明白了 那接下来呢 我想问一些可能跟我们投资品种更相关的问题 就前面也聊到房地产市场 我梳理一下 就是说现在房产市场的话 它这个房价居高不下 就是因为说有很多移民要来 那这些移民要来呢 他们要买房 对吧 他们肯定要换澳币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很关心这个问题 就是澳币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我也不知道 我猜一遍 这个首先我们知道呢 澳币的话通常来三大原因 就我之前跟乡林嫂一样说过 无数遍 影响澳元的三大因素是 分别是第一 铁矿石的走势价格 第二的话 中国经济第三是美元自己的强势走势 那么从我们现在看到的铁矿石价格呢 是从900美元掉到了现在600多700多 还没有反弹回去 因此澳元目前走势还是比较弱的 就算它未来还要加一次 两次三次利息 但是铁矿石不上 澳元很难上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关键因素就是中国经济了 中国的经济从目前来看的话 数据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 如果下半年有好 铁矿石就会上 铁矿石上 中国经济好 澳元这个时候 不管其他任何的情况 它都会上涨 嗯明白了 那我觉得其实麦克已经把 大家怎么去看澳元 讲得非常的清晰了 还有一个比较关心的 就是很多人关心这个澳洲的股票 那我们都知道啊 加息呢 肯定是不利于澳股的嘛 因为这个风险偏好 会让资金离开我们这个股市 但是呢 我们认为澳股当中 应该还是有很多优质的板块的 能不能就请你推荐几个 就猜几个了 对不对 对比较好的板块 我们先猜几个 也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 现在什么东西都不好 什么东西好 只有一个好 就是什么呢 就房价越来越贵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与房子相关的板块 那么它会因为这 今年的40万人 明年的30万新增移民 而不断的受益 而且这个受益的幅度不会很小 那么和房子有关的话呢 毫无疑问就是有几大板块了 一个呢 就是我们知道银行 因为它最大的资产 就是来自于Mortgage 也就是抵押房贷 第二的话呢 就是工业地产 商业地产和民用地产 那么在这几块里面呢 都有相关代表的上市公司 那我个人觉得的话呢 这个 如果你保守一些 那么选一个银行 是没有错的 那如果你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的话 那工业地产 相对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比较看好的地方 嗯 明白 那能不能在这几个板块里面 给我们一点财富密码 这个是一般性建议啊 就是说比如说 刚刚你也提到银行嘛 有没有一些财富密码 可以给我们分享 还是那句话啊 就是我们知道 澳洲四大银行里面 如果以房屋贷款来说 市场占有率最高的 那毫无疑问就是联邦银行 CBA 其他三个银行的话呢 分别也是有一定的份额 但是CBA的市场份额最大 那么按理来说 我们买一个板块 通常是买龙头的 银行里面呢 如果是你要选 Mortgage 抵押贷款的话呢 就选CBA 除了四大传统银行以外 另外一个是 那个叫做Macquarie 也可以考虑 那么它是澳洲 现在唯一的上市的投行 因为Macquarie的话呢 它涉足的产业就比较多了 它不但有自营的这个交易室 那还涉及到大宗商品啊 还涉及到工业地产和商业地产 所以相对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分配平均的 一个投资组合 好的明白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就AI这些炒得也很热嘛 就美股的这些科技股AI 你觉得它是会存在泡沫吗 没有泡沫 就世界货币在经过这么多年以后 已经很不值钱了 那么不值钱的情况之下的话 它以这个美元来标价的这些 股票的价格自然就会上涨 所以我觉得人类要进步嘛 要靠AI 所以现在推AI 不存在什么泡沫 而且在过去的一年两年时间里面 当时我们说的这个VR眼镜 还有元宇宙 已经破灭过几次了 因此现在的AI 要比一两年前那个时候的疯狂时期 泡泡已经被戳掉了一轮 很感谢迈克今天的分享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们GoMarkets 其实提供上百种的交易品种 那在这么多的品种当中 我们也想请迈克给我们分享一下 有哪几个交易品种 是最受到我们华人客户的欢迎的 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 去年美国倒了三家银行 所以当时黄金价格是涨了一大波 因此现货黄金和期货黄金 现在是比较流行的 那除此以外的话 大家都担心美国的经济 或者是澳洲的经济 会可能进入衰退 有一个叫做恐慌指数 实际上它的英文叫做VIX VIX这个指数 也是目前深受投资者喜爱的一个产品 那除了黄金和VIX 这两个能够起到一个避险和对冲的作用以外 像传统的我们说到美元指数 以及包括美国的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 这一些产品都是全球投资者最为喜爱的产品 好的 那我们今天也是干货满满了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加转发 谢谢也谢谢迈克